幸福好时光 你今天心情好吗 我昨天半夜才从日本四国回来 今天在按电梯的时候 我们楼下的警卫贝贝 我不能叫他贝贝 搞不好年纪跟我差不多大 他跟我说你怎么这么久没来 我说因为我请假去旅行 但是我的旅行 可能跟一般人想象中不太一样 我是一个人上场的 而且大概都会在 只要发现我那个时候可能有空 大概是在我出发的前一个礼拜 我才会开始订机票 那当然我很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旅行记者 所以单独旅行对我而言不成问题 尤其是事实上大概只要会讲英文 现在去全球大部分地方不成问题 当然这次我在四国还是有用上日文 因为我发现四国大家的日文 的确都不怎么能够沟通 那我的日文是不知道 我好像跟日文犯冲 事实上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 而且修的时候都99分了 那可是呢就到现在还是讲得很烂 那2010年开始 我在日本也成立一个公司 但无论如何 就是我每天都都在跟日本人讲英文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我讲了几句话 前面发音还蛮标准的话 日本人就会回我一大串 所以呢我就干脆假装不会讲好了 所以一个人缺乏练习 答案就是永远都会停在 还蛮初阶的程度 就变成你看了 看字都可以看得懂 当然现在看不懂没关系 你可以用Google翻译 可是呢要沟通很困难 而且越沟通 万一前面就讲几句之后 后面还有30句 那真的很考验我的理解力 好那我这次去哪里呢 就是我一直想要去的四国片路 那这次有两天是晴天 其他的日子都是在狂风暴雨中前进的 四国片路是什么呢 它是世界上少见的环形朝圣的路径 那是有88处正式的寺庙 那它其实你用Google Map搜寻 它叫做四国的什么杂所 然后你用中文搜寻是灵场 这是以前日本空海大师的路径 当然这是西元12世纪的文献中 就有出现的相关记载 但事实上当时没有名列具体的寺庙 和路线 那目前的88个寺庙的朝圣形式 就刚好环一圈了 确立在大概是西元16世纪跟17世纪之间 也就是到现在是400多年前确立 但这样也算是很久了 后来你还可以找到什么别格 也就是说我虽然不是那88个 但是我们自己也编成了一串朝圣之路 这个季节大概去四国片路的话 春天秋天是它唯一可以去的 为什么呢 夏天的时候太热 冬天的时候因为大部分都在海边 实在很冷 那这次我也还是有被台风的余威 稍微打到了一点点 很多人朝圣的目的是不太一样 当然对我也不是朝圣 因为我并不是佛教徒 但是我对佛教是心存敬意的 只要是历史我都心存敬意 我觉得这没有宗教原因 很多人是为了宗教 当然也有人是祈求家人健康 或内心自己的平安 也有些人是为了要追思逝去的故人 像比如说我第一天就发现了 有人怎么到处都有白蜡烛 但是我在寺庙中买不到 原来要随身携带那个白色的蜡烛 四国的超级市场也很有趣 他们真的是有一个白蜡烛专柜 于是我发现大家这么做 我就开始也在那点蜡烛 比如说给我妈妈点一只 给我这个 祖母点一只 对不起刚回来喉咙不是说真的很好 因为目前还是需要去去尸把关一下 否则的话 真的能够没有风寒 还真算我身体还不错 那有些人呢是为了 离开他平日的生活 那当然也有些人是为娱乐 我可能是介于娱乐啊 平日的生活 还有追思逝去的故人 那还有啦最重要的是跟自己独处 然后寻找一下自我 所以路上我遇到了很多很多人 那大部分年纪说真的都不小 那每个人都是在不知寻找些什么 也遇过不是只能用走路啊 我是真的比较辛苦 因为有些人就是用开车 然后一团人一个庙一个庙走 然后到了一个庙呢 就大家围成一圈在诵经 这样就结束了 那很多人呢 就是觉得说一定要去什么朝圣之旅 一定要带着斗笠啊 穿着白衣服啊 然后每个地方呢一定要去盖章 如果你真的不要以为盖章很容易 我后来就发现 我常常中午的时候到 那个再帮你盖章的 或者是什么纳金索 帮你写那个祈祷文的 他们呢就去吃饭了 所以你可能就在庙外面 就等两个小时 像我这种不盖章的 大概呢就插完蜡烛 我就走了 那其实这还是一个 跟自己相处的旅程 我每一次跟自己相处 我觉得我都得到很多 慢慢的呢我也理解了 为什么空海大师绕一圈 我们要跟着绕一圈 你知道这些刚刚讲过的寺庙 跟台湾的庙不太一样 他们的庙其实是零所 零所是什么 就是坟场 所以这五天 我不知道走过多少个坟场 有时候就那个山路上全是坟场 就只有我一个人 那个路我都觉得 不知道四国有没有蛇会跑出来 还是有没有黑熊 他们告诉我有野猪 所以我其中有一个 那个第84号的时候 因为他在山上 我是真的放弃了 那时候远方有乌云 然后我走的路呢 已经大概跟我肩膀一样宽 旁边都是杂草 我那时候想说 如果为了要我的小命着想 这个我改天再来吧 然后没有那么容易的 因为你已经走了十几公里了 对不对 要走到 你不要以为有Uber 然后要走到去最近的那个电车 日本的电车算发达的 大概要徒步四五公里 你才可以找到电车 这个时候我就很庆幸 我自己一个人来 因为你可以自行撤退 而且也不会 就旁边有人走不动 因为埋怨是没有用的 好 这再跟大家分享 当你走过那么多坟场 我跟你讲 你人生没有看开 也非常非常困难 去世国我只证明一件事 我的日文比之前更烂了 周慕芝你好 哈啰 戴如姐好 周慕芝是什么都好 日文也很好 我没有很好 我就是也是就是 就是讲讲还可以 那个考试什么的 还有一些比较难的文法 还是不行啊 没有好好念啊 我也是那种 其实我都怀疑我人生到底有没有真的认真用功过 因为我每次只要用功到一个地步 我就觉得够了你知道吗 因为戴如姐有兴趣的事情太多了 我会再转移注意一点 周慕芝他看到我腿上还贴着Salon Pass 他会想说我们既然还约今天 你不是昨天还在世国 我是有点担心 我是不是担心我自己啊 我一定走得回来 我怕飞机没飞 我遇到台风 没关系 那你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五若全 我刚刚在讲世国骗路嘛 你有没有想要去走这种骗路类 之前在看的时候有一点点 因为其实我也蛮能走的 然后我去日本 我大概平均每天都会走三万多步 我就是不错也差不多三万多步 我除以一千二我的步数 就是二十几公里 我每天大概就三万步 差不多 然后所以只是说就是要去走这个啊 我觉得要有一个规划跟计划 因为毕竟我们那时候走三万多步 就因为我有时候会去 我去日本二十几次 有时候去东北啊去北路 他至少都还是有 如果你走不下去了 你还是有交通工具嘛 我刚已经讲过我的状况 就是我一个人吧 然后路上没有Uber 你知道我们现在在一个很便利的城市里面 很难想象有一个地方 你可能只能用徒步 找Uber找不到 然后语言也不是很通 有一次我企图打给附近那个条啊 电线杆上面贴着那个Takushi的电话 没人接呀 因为他度假去 因为没有人用 有可能有可能 而且四国到现在应该天气还就是 跟台湾一样 跟台湾一样 它就是算比较热的地方 然后我去日本就想要去比较凉的地方 所以一直都还没有往那边走 没事我这也是一个礼拜前 我就想说 嗯计划那么久干嘛呢 计划又赶不上变化 有六天就赶快来走吧 我的所有饭店也都是在出发前才订的 但是订的很不错 因为我已经理解了一个事实 我不能一直过苦日子 我也不是苦行生 所以我白天苦苦在走路 走到一个地方 我只要规划一个 就是最后的地点附近 有那个电车或有火车 然后呢那时候呢 我就就在那个 我预计的最后地点旁边 打开我的app 找一个温泉旅馆 这个很棒 那个走那么久 那个泡温泉感觉 真的是很舒服 而且我订的都是 当地最豪华的旅馆 我有一个petboard要教大家 你每次去日本旅游 对不对 如果是豪华之旅 现在五天都十几万 是不是晚上呢 就还要坐在那个 无聊的饭店里面 吃怀食料理 吃一天我可以 第二天我就崩开 然后吃到第三天 你会觉得也都差不多 再好都一样对不对 不如在外面的那种商店街或小餐店 吃完回去 如果你订一个饭店 它很高档的话 像我这次订的是道后温泉 就是两个第一名的 第一名跟第二名的饭店 你看有个人最无聊 这边前面苦行生走的二十公里 二十几公里之后 马上回到豪华温泉饭店 就是这样才撑得下去 然后附近在商店街吃饭 大概一个人 大概是一个晚上 尤其我只有一个人 四千到六千块不等 这样是不是很便宜 比台湾的饭店便宜多了 而且其实这样子的话 就是自己可以比较弹性 去做一些安排 否则六点半 我觉得有时候受不了日本人 早餐你如果订他的 你是要七点半还是八点 十到一分钟 他还感觉不太高兴 因为他们都是 你要三分钟前在那边等 那也不能太早 太早的话他们还没准备好 他们会觉得你让他麻烦 所以他们最好的时间 就是三分钟 你看完全理解 但是我觉得 一切都被这样规划 有什么意思 所以要跟大家说 你如果去蜘蛛旅行 你只能打开APP 我用的是斜程 或者是斜程是大陆的 台湾是trip.com 这不是宣传的 因为我真的用他的 你就看 有没有当天最低价 而且上面都有评分 而且他会帮你找到跟你 就是习惯相似的旅客的意见 所以这样订很方便 你看本来大概一个晚上房间 要两三万块 那种好法化旅馆 你如果当天订 或前几天订的话 四千到六千就有了 这个在讲MVTI 就会讲旅行的那个嘛 邓如姐就是批人跟我一样 所以我听了我觉得很开心 MVTI你解释一下好了 就是MVTI 这是16型的人格 对对对 现在就大家很流行 因为韩国那边也很红嘛 我知道我是INTJ 是哦 怎么样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因为我是INTP 但是因为但如姐说你就是对于那个规划 因为J人很喜欢规划 很喜欢规划 还是你只是喜欢规划工作 但你不喜欢规划旅行 我的工作需要规划 如果我在公司里面 其实是个严格的老板 你如果没有告诉我一个逻辑或理由的话 我会问你说为什么 我喜欢别人规划 我自己不一定 可能好像跟我也蛮像的 但还是我是J 因为我是P嘛 P就是不太喜欢规划 然后我之前去日本旅行 几乎都是跟我先生一起去 然后我先生就是 你有个可靠的先生 他很可怕 我不是说我没有 而是因为我跟我先生一起去 我们容易吵架 因为我们个性不一样 他也是个规划狂 我真的是介于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就健康的 不小心被分到那个J那边 因为他的规划是那种 连我们什么时候要去搭车 然后几分车接车 然后会有几班 然后我们搭这个要怎么样搭那个 他连这个都整个规划 抢手的公车 你真的能嫁 我也是嫁了之后 都没有办法跟我嫁 我觉得应该是说 我跟你讲 我先生也是这样 所以他只适合带小熊去旅行 因为小熊反正不懂 会照他的规划 我老是会想脱队 我懂 而且后来我们就常常在东京 我就动不动 等一下我要去哪里 你们两个自己慢慢走 但这个就是 这么多年来 能够接受就是 大家性格不一样 才能互相接受 你要把我放在你的体制里 我们早就完蛋 真的很不容易 而且因为我们还有乐团 所以我们最常吵架的时候 就是在乐团的时候 因为两个看法 我就是属于先看大方向 然后他会执行细节 想得很细 你可以告诉他 我是主唱 今天是周慕芝 他是非常知名的畅销书作家 还有心理师 今天带来的书 虽然我们没有打算 一直讨论这本书 因为我们两个在日本 有一些渊源 也一起调查过 日本的某些投资个案 那这是宝贫文化的关系 黑洞 讲的是不安全感 如何载制我们的人生 其实我去走 四国片路也是一样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你知道没有规划 我们今天谈的那是 十六行人格 没有规划 你会有不安全感 其实我觉得人生 就是不断的去克服 不安全感 然后慢慢的 你自己能够给自己 安全感的一个过程 从旅行中就看得出来 你知道我走过那个坟场 然后旁边 搞不好我有蜜蜂 或野猪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要判断说 我到底要往前冲 还是要往后退 或者另外找一条小路 闪掉 其实那时候是完全考验 你个人安全感 然后一下到平地 又觉得说 其实刚刚 那个看起来很糟的状况 又被雨淋个半死 也挺好玩的 没错没错 我觉得像那时候 我在日本的时候 因为我刚刚说 我先生他就是那种 一定要on time的人 所以 他可能太优秀 他太大医学系的 对不对 对 因为他从小 跟你讲 知忧生的最大问题 他没有在听吧 他没有在听 知忧生的最大问题就是 他所计划的 他全部都有达到 所以呢 他认为 这世界都在他的计划中 这也是人生的一种魔障 我觉得这是 真的是生存策略 就像淡如姐说 因为都成功嘛 就是他用这个控制的方式 都成功 然后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是有一次我们去搭 那个秋田 那个内路线的时候 然后他很喜欢搭那个车 秋田在本州东北 对对对 在东北那边 然后很漂亮 然后之前那个 你的名字就是在那边 就他有一个画面 是在那边的某一个站 然后他就说 我们那时候已经晚上要去吃饭了 他就说 他想要再搭最后一次 我们再回来吃 然后他已经看好时间 就是这样来回 可能大概20分钟 因为接车 他坐到哪一站 然后再接车回来 他已经都看好了 然后我就说 哦好啊 然后我们那时候天气蛮冷的 我们就 我们是没有到下雪 但是也是在11、2月 然后那边是没有任何遮蔽物 我们就坐车坐过去 结果呢 因为我们 因为他那次那路线 搭的人很少 到那么晚的时候 已经很少人搭 所以呢 我们去城的车 误点了 然后回城的车 他准时发 所以我们就错过了 然后就要等一个半小时 这种事在乡下真的长夜 我这次也有遇到 而且我说 在暴风雨中 为什么狂奔 就是因为 如果我没有赶上这班车 我真的不知道 计程车在哪里 对对对 因为他车的那个 然后又刚好 因为可能他们就是很悠闲嘛 所以他们真的没有像一般日本人这么 而且他们都开车 有那种小小的车 一辆买起来台币不到十万块 对对对 就很可爱 然后 结果我先生 因为我们那时候停在那个地方 它是无人小站 全部周边真的完全没有遮蔽物 风超大 很冷 然后又没吃东西 然后先生就非常慌张 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慌张 他就跟我说 我明明看好时间了 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 他反应就这样 这就是上天天他的一个考验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 不会啊 你看哦 我说其实也还好 我说 因为那边就没有任何光害 所以星空非常非常漂亮 我说你看我们多久没有看到 这么好的星空 我说而且这一趟旅行 我说这一个记忆 我们很多年后都会记得 因为星空真的很漂亮 而且真的很冷 所以你一定会记得 所以我就觉得 那就是一个蛮特殊 因为旅行就是这样 他娶到你还真是幸运 应该是说 我觉得说不定就是因为 我个人在这种事情上比较散 所以我看到他这么 这么就是会很谨慎的时候 我可能也觉得很有安全感 他可能就是因为自己已经很谨慎 所以他出错的时候 他其实是怕带你在这边 然后天气很冷 他出错 其实他自己不怕吃苦的哦 像这种优等生都很能吃苦的 但是他觉得说 这不是我的计划 我这个领导人错了 所以我后来发现 安全感这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在于 我们今天会越想控制一件事情 其实有时候真的就是 我们越没有安全感 因为我们不太确定 我们面对这件事情 我们应付 应不应付的来 对 所以我很喜欢在旅行中考验自己 而且你知道 其实如果你一直跟旅行团去玩 你是考验不了自己的 因为你就在暗表操客 像我这种偶尔 事实上我是有秩序的 但是我是在混乱中 可以创造秩序的那种人 我是觉得 大夫姐跟我比较像 我可能还比你有逻辑一点 我这样讲好像有点自夸 我的意思是说 我比你有秩序一点 有可能 你会发现我很多东西执行的挺严格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个性 就遇到那种突发状况 也是可以说 这样其实活着也就 也还好 我不太苛责自己 因为内疚 或者是担忧 真的是没有用的礼物 是不是心理咨询师也是这样看 完全是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 太花太多时间内疚 跟就是责备自己的时候 其实严格来说 就是等于是 我们被外面的事情打趴了 我们再打趴自己一次 然后我跟自己说 那我要站起来 然后我要把自己打到 已经重伤了 然后再站起来 其实大家都会以为说 可是我是因为把自己打趴 我才站得起来 其实不是 你想站起来 是因为你真的想站起来 其实我刚刚不是说 四国的那个骗路 像我一个 我真的是基督徒 我去这些庙 我并没有任何的参拜意 当然我都有捐点钱 表示我有来 然后在我的Google Map做记录 但那种感觉就是说 你真的看了那么多坟墓之后 我终于理解了 经过这么多辛苦 看到大家也都是一堆土馒头 你人生非想开不可 真的 我觉得想开这件事情 慢慢的真的是 就是那个安全感的来源 会回到一个就是 我们到底知不知道 就是不要被太多外面的东西 跟那一些纠结执着 比如说我一定要很完美的安全感 我一定要很完美的不出错 他就必须要做很大很大的控制 因为你就很难有很大安全感 那你先生那是什么人格 你要解释一下 因为其实我也是16型一知半解 他很简单 他就是四种 每一种里面有两个 那你用那个平方来算 就是有16种的组合 我觉得他应该是 虽然他因为他不做测验的 所以我个人判断 我个人判断他应该是ISTJ S是什么 S就是比较像 就是实证主义 实证科学 所以他那时候我在念 念医学的应该是这样 而且他又是病理科 所以他那时候 我要念智商的时候 他不晓得智商 他就跟我说 他说心里就是伪科学 你为什么要去念那个东西 他就是很严格 那他现在跟我熟了 就是听一些东西 他也觉得 对啦好像有点道理 但有些东西我还是不确定 就是 然后我就会呛他说 可是因为他们医生就会说什么 吃凤梨会太旺啊 就会避开一些食物 什么凤梨啊 然后 幸福好时光 好十六型人格 不知道大家熟不熟 刚刚我们讲老半天 其实我也不熟啦 只是 先聊 哀是什么呢 哀是就是内向外向 哀就是比较内向 对 我每次跟人家说 我第一个是哀 他们都不相信 就简单的说是靠独处 获得力量的 就是休息很需要独处 这样讲就很简单 一定是哀嘛 对对对对对 我都觉得我自己一个人 有时候自己关起来 我真的好忙哦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很忙 而且还忙得很高兴 我还记得有一次 但母姐被关在那个 你的那个小工作室 然后就就顺便录了好几期 然后想说怎么那么忙 自己忘了钥匙 好那么那个S M嘛 对对对 是什么 S他就是比较实证 就他任何 他比较敢关心 他的实证啊 要眼见为凭 对要眼见为凭 然后N的话 他就是比较 他可能会愿意去了解 跟去讨论很多抽象的 象征的东西 然后可以那些 比较形而上的东西 他会比较会去想 然后想法可能也比较 稍微跳跃一点 对 就是你还蛮喜欢 大家谈一谈脑妆啊 玄学啊 对 如果你是S 你就会觉得 那个没有用 就可能 就不能吃 或者是说S 他可能就会开始 去研究各种哲学 就是他可能要有很多 就是比如说研究啊 论文啊 书啊 就他可能会去看 很多这样子的东西 对对对 这就好像我后来 在念我的那个博士 我都知道 论文我都在勉强自己看 因为我很了解 那些有关于商学论文 在现实生活没有用 就是你做了那么多证据 其实啊 大家只是知道 你这个逻辑的方式 要给大家一个实证的交代 但是他真的没有用 因为淡如姐是直觉型的人啊 那T呢 T跟什么在一起 另外一个是T跟F 就是应该说 刚刚像刚我说N啊 N他就是比较直觉 就是刚刚说N就比较直觉 淡如姐也是比较直觉的人 那T跟F的差别 就用最简单的讲 遇到危机的时候 有问题发生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是先去考虑 那个逻辑思考的事情 还是那种比较用感受 情绪的判断 去决定这个事情要怎么做 情绪的是哪一个字 情绪就是F 然后T就是比较 就是会 就是应该说 他就是比较逻辑思考 就遇到事情的时候 他会先逻辑思考 我们刚刚有讨论过 我们小时候应该都是F 对不对 对不晓得小时候会不会都是 我觉得是的 就做什么事情 有点像非常直觉型 像我常常做一个比喻 就是好像一个枪肠动物 那种显微静下的草驴虫 你就弄他一下 他就往哪边走一下 就完全用直觉反应 因为我以前看过 淡如姐在讲你童年的事情 我觉得你小时候就是T人 你在你妈妈跟你有一些互动的时候 你其实是逻辑思考 你有一套你自己的逻辑思考 判断力很强 那个真的是 我不能说那有点天生 所以我后来一直在教育上 我对小孩真的比较放任 因为我知道我控制不了任何人 那他会是一个不同的灵魂 他会形成他的逻辑 这就好像 我其实 我也跟我爸说过 我其实从小就知道 我靠你们 我人生是完了 因为你们做的决定都好奇怪 所以我必须有我自己的 但这也是训练出来 所以我觉得像养小孩也是这样 我都很希望他是自发性的训练 我绝对不会跟他说出一句话说 你要用功读书 我说这句话就是我卡到阴了 他自动自发 那个需要他自己的力量 所以但如姐你怎么会那么有安全感 因为要能够面对小孩 就是像因为像我这一次书里面 刚好有一个地方 大家很有感觉是讲到 就是父母有时候会必须要 用就是控制小孩的方式 去跟小孩互动 可是我发现这个东西 倒不是在说父母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 这是我们文化上非常常见的情况 可是但如姐你怎么做到 你不会就是被这件事情影响 因为我从小被控制 从小我发现 我在发展我的自我未来的时候 大概只用了四成例 有六成在逃脱控制 如果没有那些控制 我不是能够发展的更好 所以你不会拿给下一代 今天周慕之来讲 他的书保平文化的关系黑洞 那这是之前有就是版本的改良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再重新再出 对对对 周慕之也是蛮奇葩的 他是一个心理师 然后他是一个畅销作家 他也是一个重金属乐团的主唱 今年年底又要去日本唱四场 在哪里啊 在东京大阪长野跟名古屋 四天连跑四个地方 这很猛 东京是在 就是都是在live house 我要看一下 没有关系 你可以传给我 好好好 我不定体会 这个可能有空 刚好在那里 我就会出现 太好了太好了 都是都是当地 算是很蛮有 就是很推荐外国人 就是那种地下乐团 我如果有出现 我也不会告诉你 好 那可以就是 至少就是表演完之后 如果你在那边 你可以让我知道一下 我也很久没有去东京 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个性是 如果我有没有房子 我就会去那里 我常去的地方 我会弄一间 但是呢 当我弄一间之后 我就想逃离它 就没兴趣了 就觉得就够了 缘分够了 所以很多人 当时周牧芝他们也问过我 他说要在东京 很喜欢那里 要买一间自助 我说自助你不要买 你会变成我的状况 而且你还卖不掉它 为什么 因为里面堆满了 你买的东西 你要整理 难道要弄个货归箱进来吗 所以这就非常好笑 你每次觉得说 我如果要去我那个房子 我规定在东京 只能去我家住 我不会觉得很舒服 因为因为有很多选择 如果可以去 对我的选择被截断了 对我完全懂 所以我不是跟你说 如果你要去 你可以住我家吗 对对对 然后我那时候的确心里有在想说 大如姐自己去 应该都不想住自己 你说对了 我每天都在看那个饭店 在折扣 心里想说 住那很好 但是好像又要回家打扫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蛮好玩 是就是去 就是我们这一次 就是去这四个地方 然后就是会 就是比较累 会比较 所以但如姐有兴趣 要来的话 我再传给你 你说东京还有哪里 东京然后长野 明谷屋大阪 对跑的有点远 冬天长野 青景泽已经都封起来了 12月那时候还12月 12月还不到中旬的时候 就差不多中旬 他们11月就关了 但我是说青景泽 可能市区还好 市区还好 市区还好 就是只是我也没去过长野 所以这是第一次去 就是明谷屋跟大阪 东京这些都去过几趟 可是长野我也是第一次去 所以也不晓得怎么样 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乐团 而且他也是一个 就是奇人 可以在各种职业之间悠游 每一次冲 比如说你现在是乐团主唱 然后第二天可能要写书 或者是又要回家做什么 你觉得中间的跳街 你需要转换的时间吗 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不用 就是乐团到就是回去 但是我的确大部分乐团那一天是 就是可能就没排其他工作 可是我上次台中那一场签书会 我就是签书会还直接去表演 那天那一天 然后把自己化得浓妆艳抹 之后又变成另外一个人 然后那时候台下有很多台中来签书会的 很多很多读者他们是第一次看表演 就那一场 能见得出你吗 他们知道 就是他们知道我要表演 所以他们就来 然后就大家就第一次的乐团演出 就送给我了 然后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也没有觉得这么的困难 但我觉得对我来说 可能比较需要稍微一点时间转换 会是在例如录节目上节目 这样子的活动跟做智商 因为一个是对外嘛 一个是比较对内的 因为他有各有各的分寸 对不对 心里是有一些话 不能够这么直接的讲出来 对对对 所以这两个我现在就会比较尽可能 不要排在同一天 因为这样之前我忙的时候会排在同一天 我发现有时候状况就 比如说可能就是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转换的时间 所以后来就觉得 这样子工作比较舒服的状况 其实是把他们同类型的工作 排在同一天 我常常被人家问到 角色如何转换的问题 所以我就拿来问 其实我的答案也是并不困难 只要你有练习 就好像在转换节目频道一样 你有时候会同时追三个剧你知道吗 对 而且我觉得应该是说 现在大家应该越来越能够接受 就是以前我们是一个工作 就是做到我们一辈子 那现在大家应该越来越能够接受 就是我们一个人身上 其实有很多特质 然后很多特质会有很多兴趣 其实有时候读历史 我很高兴脱离的那个时代 也就是你祖先干嘛 你就要干嘛 有没有 你祖先种田 你就被那个土地绑在那个那里 然后一辈子只能靠这样谋生 还被定了户籍 然后18岁的时候选的那个志愿 竟然决定了你的一生 其实那种人生很可怕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觉得很好 或者是你28岁嫁的那个人 不管再坏你还坚持下去 还好我不是生在什么清或明初 大概在早生个20年 也是一定是一个社会上被砍就掉的人格 但是我觉得像刚刚淡如姐说的那个 我们一定要先导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我们一辈子就这么过下去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 因为那个确定会让我们觉得有安全感 所以我们很多人的人生 它的目标不是为了去 就是发展自己 或是让自己变得更表现的 就是让自己可以更去 就是满足自己的人格 对当他安全感 这一件事情可以让他有安全感 甚至有很多人例如说有些人就说 你怎么会被诈骗 你怎么会去写假 因为他们都会很清楚告诉你 你跟着我就对了 你跟着我你就可以赚大钱 你跟着我你就可以做到什么 你完全了解诈骗的心理 对当时我们在讨论投资的时候 我已经说过没有百分之百会正确 那么会被诈骗集团骗 是因为他给你好多保证 对但是事实上在爱情中 所有保证都做到满分的 在口头上的 哎呀都骗子 在投资上告诉你说 一定跟你每个月就给你6%的 什么回扣的都骗子 可是人心它的问题就是 它太需要别人给的安全感 当你自己如果内心找到安全感 就像你关系黑洞里面主要的诉求 你会别那种 但不安全感是随时也会来的 可是你自己内心里面有安全感的话 那你的人生一定很美好 对我觉得那个安全感很多人 就是在想说要怎么来 可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 我们可能并没有办法 就是很就是说 我想要有安全感就有安全感 而且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练习 让自己去选 自己舒服而不是觉得安全跟熟悉的 我觉得那真的很需要练习 其实每一个家庭 反正当变成两个人结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家庭的时候 都有很多充满安全感的承诺 然后当一个家庭面临考验的时候 通常也都是女生跟一个 可能没有那么稳定的男生说 我要去哪里找安全感 你就是没办法给我安全感 我才会这样哭哭念 但事实上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应该要问自己 其实安全感真的是没有人可以给你的 有啦宗教有时候会给你一点麻醉 我觉得那个 那个我们想要控制一些事情 然后让生活变得很舒服这件事情 的确是我们人之常情 大家都会想做这件事 那我觉得再回到自己的安全感上 能够更理解跟照顾自己的情绪跟需求 好周末子的关系和一栋 可以结束 那就是 因为她们